在淡水每當有熱鬧的遶境活動 隊伍最前頭總可以看到 80歲的賴冰雄老先生 一馬當仙的身影 過去擔任淡水廟會最多次的寶貝亞 那麼賴冰雄老先生在兩年前 卸下寶貝亞的職位之後 身體就一直不太好 因此昨天淡水區長烏宗仁 會同新北市道教會理事長謝榮壽 特別來到他家中探訪慰問 頭戴斗笠手拿著另起敲鑼 相街上的人宣告 遶境隊伍來了 這位穿着紅衣 戴著大眼鏡 畫著花臉大鬍子的豹馬仔 他的名字叫賴冰雄 他過去擔任淡水廟會最多次的豹馬仔 在淡水每當有熱鬧的遶境活動 在隊伍前面 總是可以看到他一馬當仙的身影 而過去30多年來 這一生半相 已經成了淡水人 對於祭典的共通回憶 不過今年80歲的賴冰雄老先生 在兩年前卸下豹馬仔職位去扣 身體就一直不太好 因此昨天淡水區長吳宗仁 更會同新北市道教總會理事長謝榮壽 就來到他家中探訪慰問 我們老爺現在0.2的勢力 然後因為他走出40年的燈籠 導致他現在整個人工 他的時間已經整個脆禍了 才知道說本來以心理不足 我們賴老先生在淡水的相關的廟會的民俗活動 他擔任這個博貝亞的這個工作已經33年 那是在台灣應該也算是數一數二的 這樣的一個傳奇人物 那他現在因為身體的狀況 不能再繼續來從事這樣的服務 那而且他的身體 還有他家庭有需要幫助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我們新北市道教總會 我們謝榮壽理事長也一起來關心 兒子賴明輝表示 父親身體狀況一直不是很好 心臟病加上重聽講話也不是很清楚 他希望向文化局來申請相關的認證 希望把這樣子的民俗記憶延續下去 而區長吳宗仁與道教總會理事長 更送上了紅包表達慰問 一些東西我們除了我們新北市的資源 來幫助他之外 我們看他能不能再找到社會的資源 來協助他們 讓他的身體狀況還有他家庭能夠更好 這次很感謝我們新北市道教總會 我們謝理事長 那特別花揮愛心送一個紅包 給我們賴老先生來表示關心 那當然我們還會持續 來引進我們的社會資源 那我們工部門也已經一直 有來給我們賴老先生 還有他們家庭做補助 賴冰雄老先生擔任淡雪區 落盡活動的暴馬仔長達33年 是全國最資深的暴馬仔 但是賴老先生家境困苦 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 兒子也有心臟病急需喚心 過去只依靠父子的低收入補助來過生活 而區長吳宗教總會理事長謝龍秀 除了送上紅包之外 也期盼外界能夠多多給予關懷與協助 記者許端一鄧水財報報導 尾燃